因為他媽媽都沒有跟他爸爸講話 反而一直跟你聊天 對啊 哇 我真的很高興 糟糕耶 媽媽愛上 媽媽女兒愛上同一個人 糟糕了 我跟我老婆結婚之前 我想說 那我們去 我們結婚之前 我們先來一個 就提前的一個 婚前旅行 婚前旅行啊這樣子 有帶她去公園嗎 沒有 她就這樣做不完 是結婚的時候啦 沒有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去花蓮 可以浪漫一下嘛 結果她就約了她家人一起 然後我說 好 算了 就沒關係嘛 反正就大家一起去 可是我們去那邊 那我就發現說 我們到每一個地方 看到每一個風景 就是要一個就是全家福嘛 然後去全家福就是 那誰要拍照呢 你啊 哈囉 所以我就變成說 每一個地方都去 我都是在負責拍照 然後很忙很忙很忙 會不會回去後 回去之後大家看照片 欸 到底是誰幫我們拍照的 有幾百張照片 裡面大概有兩張才有我的耶 蛤 蛤 蛤 所以你誤會了 你不是跟她一起去玩 你是專業攝影師 對啊 可是我以前是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女朋友 我們就是去一個都假 就是我們同學跟好多人 就是去一個海邊的地方 那就是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那個團體裡面有一個男生 但是非常喜歡開玩笑 就是開別人的玩笑 就回憶子就是 就是糾氣別人 那就是剛好有一天 我們晚上大家在喝酒 他就不小心開我的女朋友的玩笑 然後我跟我的女朋友其實很不爽 可是因為她喝酒 喝醉了我們就想算了 開了什麼樣的玩笑 你女朋友不爽 那一種黃色的眼笑話 所以就不開心吧 可是我跟女朋友說 沒關係我們今天就算了 可是一定要找一個機會 就是贈她 然後我們是隔天 然後就是打太陽 我們在海邊大家出去玩 我們去海邊玩 那剛好那個男生在曬太陽 他睡著了 那睡著了 我跟女朋友說 欸 好機會 好機會 我就做了什麼 我們把戲的啤酒杯 就是這麼小 他在那邊曬太陽了 已經睡著了 我們就把兩個啤酒杯 一個放在這裡 一個放在這裡 然後把沙子啊 海邊的山 在他的突起下面 做一個嘴唇 然後就一直讓他曬太陽 過了一個小時後他起床 就起床了 就新來 他這邊就是 你知道嗎 我懂就像你們女生 比基尼線這樣有沒有 對 然後就是過了好幾天 他每次要脫衣服 就太好笑了 都會被笑 對 那好玩啊 好玩啊 對… 那像我是跟我老婆 單獨出去玩的時候 也遇過一個比較尷尬的事情 因為我跟我太太結婚之後 就是也沒什麼機會獨處了 然後一直有一次 去年11月吧 有一個機會 我要去小琉球工作 因為那次我要去拍的戲是 我是一個潛水教練 他們找的演員是有潛水執照的 所以呢 我就去要拍潛水的戲 我想說這個機會很難得 然後他掙扎了一會兒 因為那個時候我女兒才 剛出生好像兩個月 我們想說才去三天兩夜 OK 所以呢我們就把他拖人照顧 然後就出發了 但是出發的那個 第一個小時過去 第二個小時過去 我發現有一件事不大對勁 因為我老婆餵母奶 所以 就噴奶 對 我們其實他已經有預期到 他會噴奶了 那他有帶那個擠的嗎 對 他帶了擠的 然後他也帶了那個 收集的 收集的 母奶儲存袋 對 母乳儲存袋 塑膠塑膠塑膠袋 那樣的東西 對 但是呢 比較尷尬的是他就是 每兩個小時他就要幾次 對啊 不管他在哪裡 他就得去做這個事情 不然他就 奶會堵住嘛 會變石頭會很硬 奶會堵住 然後那個奶就 都分泌不出來的 沒有 因為你 那時候他才兩個多月嘛 因為如果是半年後 其實不會那麼長帳 也不會那麼痛 對 但是那個時間點 就是剛好是我老婆 剛生都是這樣 所以他每兩個小時 就要自己搭帳篷一次 因為女生會有那種 就是像斗篷一樣的東西 對 當起來 對 他就 他就每兩個小時 就要做一次這個事情 就是稍微有一點 麻煩也就算了 我們後來又發現 我們有另外一個蔬師 就是母奶是需要 冰的 冰的 對 是需要冰的 對 但是我們去 就是我們一般在外面的旅館的 它的那個小冰箱 都只有冷藏 它沒有冷凍 它有冷凍 對 它就是要整個 把它凍成冰塊才可以 所以我們就 好糟糕了 就兩個人在飯店裡面 玩解刀石頭布乾杯啊 就那天晚上 不要喝酒 喝奶就好啦 人家出去喝啤酒 他出去喝母奶 是這樣子 不是 因為那個奶 你丟掉也是浪費 那是所有的精華 沒錯 那你再喝回去 媽媽還可以再 媽媽可以喝自己的奶嗎 可以啊 可以喔 對啊 有什麼規定不可以自己喝回去 可以啊 可以喝啊 可以 其實 很好喝啊 但是沒有人會這樣喝嗎 我喝自己的奶有臭嗎 不是 不是 因為你已經擠出1000CC了 你要 很多耶 這很多嘛 我們就加一點布鍋啊 沒有的 那到底1000CC怎麼辦嘛 反正我們就越擠越多 然後呢 覺得說 這個小冰箱根本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怎麼辦 我們就整個小琉球島上 買了一個冰箱 我們買冰箱幹嘛 我們就到處問 最後是問到一個店家 他好像是賣豬肉 就是他是 他是 就是那是屠夫 他們家就是肉鋪 我們要冰在他這個 放肉的那個 冰櫃裡面 對 才有辦法 然後那一次就是 整個這樣子 回台灣的時候呢 我們就沒有帶那個 小琉球的伴手禮 因為每個地方都會有一些伴手禮 譬如說我們 那1000CC就分送親友 沒有 那1000 因為我們為了扛那1000CC回來 結果人家就以為說 你們買了一大包東西 要回來送朋友是不是 他不是 這是從我老婆身上 分泌出來的東西這樣子 就是又扛了一袋母乳 但是你有扛回去 給小朋友再解凍喝是不是 對啊 就是又扛回來 等於去的三天就是 會不會小朋友會說 媽媽 你怎麼有豬肉的味道 真的 媽媽 哪有寬人 不是 就是屬於比較哭笑不得的狀況 但你們有沒有碰過 就是跟別人出去 然後碰到讓你很不爽的事情 在以前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騎摩托車 然後就約好 放假耶 那我們就是騎摩托車去環島 去旅遊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到了預定的地點 大家集合了 好 集合的時候 因為你坐了一段時間 所以有一點累 就想要下車 然後伸展 伸展 休息一下 對 休息一下 然後他們會討論說 等一下下一站怎麼走 好了 於是呢 他們討論好了 我上車 那時候我大概 比現在輕一點點 然後我要上車的時候 都飛走了吧 比現在輕一點點 對 我那時候真的比 這樣講話何佳玟怎麼辦 真的啊 我以為妳好意思說別人 妳用資格講別人嗎 好 算了啦 你們把... 你幹嘛要輕鬆啊你 講嘴子這樣 好啦 你們法庭見啦... 奇怪 我跟妳說 他在講的時候 本來想說默默的 就低調一點 想說沒有我的事 人家都想開來 氣死我 不好意思 你繼續講 不好意思 老藝人都比較沒有禮貌 不好意思 你繼續 被風吹走 然後呢 對 就是我那時候比現在輕一點點 然後剛好那個 那時候的另外一半 他很愛車 洗車 想說出去玩打個蠟好了 我就從左邊跨過去 結果從右邊摔下來 因為太滑了 然後他就直接這樣騎走 不是你確定嗎 還是因為腿有點跨不上去 跨得過去 就於是就這樣 真的就滑溜滑過去 滑出去了 然後大家都以為我上車 就全部都走了 我就在原地 殊不知我等了20分鐘才發現 我沒有在車上 代表他這20分鐘 沒有跟我講話 他可能只好就發現 你沒有在車上 對 還好有良心有回落地 沒有 而且還想說好棒喔 想說好棒的20分鐘 你不在這樣